JQuery UI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插件,JQuery的一个插件,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插件呢,它会弥补我们有一些东西的,有一些什么呢,功能的不足,比如说我们要做到,做一些效果的话,怎么样呢,需要用到JQuery UI啊,那么JQuery UI的话,看一下这个是它的JQuery UI的网站啊,JQuery UI的话,它里面有很多已经写好的一些组件,我们可以直接用啊, 我们这个地方讲JQuery UI,实际上主要是用它的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拖拽的组件,我们要用到啊,就有时候开发生会用到这个拖拽的组件啊,那么这个拖拽这个DragEagle,看一下啊,好,那么这个暂时出不来啊,暂时出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的例子啊,这个已经出来了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可以拖动它是吧,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做这样的例子是这样的啊,做这样的例子啊, 那么就要用到这个,它JQuery UI里面这个已经写好了啊,我们如果自己写这个什么呢,拖拽的话,又有一堆不兼容啊,一堆不兼容,也不好写是吧,我们可以直接用它已经写好的啊,已经写好的这个例子啊,好,那么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一个,给大家发的一个东西里面也有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滑动条是吧,滑动条啊,把它拿过来吧, 拿过来,拿到这个里面来啊,这个16天里面 好,那么的话这两个,然后的话,它里面要用到这个JQuery UI啊,JQuery UI的话是这个,里面这里有个这个js啊,JQuery UI.min.js啊,把这个js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啊,复制一下啊,放到我这个里面来啊,放到我的这个里面来啊,比如说这个js里面,是吧,好,粘贴一下啊,好,粘贴了之后,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吧, 那么这一个自定义什么,滑动条是吧,这样一个例子啊,好,这是一个例子是吧,就是有时候我们滚动条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它系统的滚动条是不是很难看啊,很难看之后这个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滚动条,看到没有,这个,是吧,这一个滚动条啊,好,这样一个例子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滑动条的例子,好,那样例子是什么呢,这个,这样一个例子啊, 是吧,这样一个例子啊,好,那么它实际上是就用来了这个拖拽的这个插件啊,拖拽的这个插件,好,那么的话,我们怎么,呃,如何做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如何做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呃,做这个拖拽,是吧,做这个拖拽,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是用了什么呢,先把什么,jequery引进来吧,先引jequery啊,然后再引这个jequery UI啊,jequery UI,把它引进来啊, 好,jequery UI的话,这个js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去下啊,可以下啊,在这个,download的这个地方来下啊,好,那么下了之后,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文件的啊,这样一个,jequery UI的这样一个文件啊,已经考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直接用了啊,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equery UI,它是怎么用的,是吧,这个UI是怎么用的,我们用它,实际上主要是用它的这个拖拽的功能啊,拖拽功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用啊,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 一个简单的拖拽的一个什么东西吧,啊,简单的拖拽啊,比如说来一个 这个拖拽啊,比如说这个是拖拽 好,保存一下啊,好,那么它 这是创建一个拖拽的话,实际上它非常简单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个 BOX吧,是吧,有个BOX啊,好,这个BOX的话,我先给它点样式,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它的样式是什么呢,BOX的,啊,它的宽啊 宽啊,宽啊,宽调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呃,200吧,200PX啊,好,高度也是200PX 是吧,然后背景色的话,给它买个go的,是这样的啊,好,这样的一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写完之后,我们来写它的拖拽,是吧,那么的话,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 这个src等于这个,这个什么呢,j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这个jequery 是吧,好,先把jequery引进来,然后再引这个jequeryui,啊,好 好,然后引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的里面的东西了啊,用它里面的东西,好 好,这个盒子,那么看一下这个,大概看一下这个什么呢,这个页面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个页面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想怎么样,拖动这个盒子吧 拖动它,是不是这样的啊,拖动它,啊,怎么拖动呢,来看一下啊,怎么写,是吧 那么首先的话,什么呢,先拿一个ready吧,是吧,function,啊,先获取它,是吧 function,啊,好,多了function,然后的话,写什么呢,把它获取到,啊,多了什么呢,这个点,是吧 啊,包括是吧,然后来个什么呢,写一个什么呢,写个这个dragable,啊 写一个dragable,啊,好,drag,这个要写对,dragable,啊,dragable,啊,好,这么写,是吧 好,这么写了之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么写完啊,看一下啊,刷新一下,是吧 然后怎么样,这里拖动啊,啊,就这么简单,是吧 就拖动了啊,好 那么拖动,这样拖动的是吧,没有什么限制,是吧,可以任意拖,是吧,任意拖啊 那么拖动完之后的话,接着的话,我们怎么样呢,那么就有什么,一些参数来配置吧 啊,好,什么配置呢,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啊,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呢,就是限制它的轴向,这个什么呢,是不是x轴啊,限制它的x轴啊 好,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下,比如说这里面就,在这里面再叫参数了啊,参数的话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用什么,字典的方式来设置吧,是吧,好 设置第一个参数,比如说这个参数干嘛呢,这是限制轴向的啊 比如说这个是x,把它拿过来,是吧 好,这个啊 好,这个是限制在x轴,限制x轴,限制在x轴向,拖动,是吧 是这样子啊,现在x轴向拖动啊 好,这个设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是吧,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是不是能在x轴拖啊,拖不下来吧 它只能在x轴方向拖啊,只能在x轴方向拖,看到没有,是吧 好,这是限制轴向啊,好,这是第一个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参数啊,那么这几个参数还是蛮有用的 先是x轴方向拖啊,然后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限制它的范围啊,这个containment就是限制它的范围 它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parent是吧 parent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负集吧 它的负集啊,好,它的负集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负集吧 比如说这个盒子我们来做一个负集,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负集,这个盒子 外面我再包一个什么呢,包一个div吧 包一个div啊,包一个div,class等于什么,con,是吧 这是它的负集啊,好,这个负集的话我来写着它的样式,是吧 写下它的样式啊,好 写下什么样式呢,比如说这个con啊 con的话,那么它的宽度我给它个800,是吧 高度的话我给它个200啊,200px,是这样的啊,200px啊 好,然后给它一个border border的话,然后是一向速实现,要来个黑色,是吧 000啊,然后把这个con呢,给它聚中一下啊 margin,margin,然后是50px,o2,是吧 然后是0,是这样的啊,0啊 好,这样的话给它包一个con了吧,是吧 包一个啊,包一个之后怎么样呢,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包了一个con啊,然后我拖动的时候怎么样 是可以越过它吧,越过它啊,好 越过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它限定在这个,这个框里面拖动啊 限定在这个框里面拖动,那么怎么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就写这个参数啊,写这个参数啊 写一个containment,是吧,containment 好,这个要拼写对啊,containment 好,然后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是parent吧 parent啊,parent 好,这个写完之后看一下啊,那么的话再来刷新这个页面,是吧 虽然这个页面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只能在负极里面拖动吧 是吧,只能在负极里面拖动啊 好,那么实际上我这个上面这个参数是不是可以不要了,是吧 它只能在负极里面拖动吗 然后它的高和负极的高是一样的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这两个啊 好,这两个参数啊 好,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限定在负极里面的,限定在负极,负极的范围内拖动啊 拖动,负极的范围内拖动啊 好,接着的话,那么我们在拖动之后有什么效果呢,是吧 一般我们拖动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要做一些效果吧 比如说设置一些数值啊 或者是这个拖动引起另外一个东西的动,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要做这些东西啊,是吧 要不然它没意义,是吧 这关于这个拖动的效果是没意义的,是吧 我们要做点东西,是吧 做点东西的话,我们拖动的时候怎么呢 可以返回一些东西出来啊 返回什么东西出来呢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drag的时候啊 它里面有个drag的方法啊 那么它这个时候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这个EV是什么呢 它的什么,世界对象啊 这个我们用,要用就用不用就放在这里啊 然后它里面有个什么UI,是吧 UI的话就会返回这个UI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left值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哪一个drag,是吧 EV和UI,是吧 好,那么的话我们写在这里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drag 好,再来一个drag的时候 那么drag啊,drag的时候啊 拿一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好,这里面有两个参数我们可以用 一个是EV,是吧 EV的话就是那个事件对象,是这样的啊 然后再来一个UI,是吧 UI我们可以用这个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UI的话 我们来console.log一下啊 console.log一下啊 console.log一下这个UI啊 好,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返回什么啊 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怎么样呢 来检查一下啊 好,检查一下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 拖动这个啊 拖动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返回这个啊 返回这个啊 打开一个就知道了啊 UI里面,看见没有 UI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是吧 里面有helper是吧 有什么offset是吧 实际上我们主要是用 要用这个看一下offset offset是它的偏移值是吧 是left是289是吧 hop是51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position position里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49吧 是吧 好,这个的话应该是它的绝对位置是吧 比如说是289 应该是这个什么 距离这个左上角是吧 横向是289 然后纵向是51吧 是吧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left的值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拖动了49吧 拖动了49啊 好,比如说我在拖动了过去之后 这个时候应该是多少呢 看一下最后一个是吧 最后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position应该是600 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是600呢 整体的是800吧 这个200嘛 800斤200是不是600啊 这个就是600吧 是吧600啊 好,那么的话我们用哪个值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这个ui.position.left吧 就用这个值是吧 好 那么console.rui 好,那么我们可以用它的哪一个值呢 那么就是用这个ui 是吧 ui.position 是吧 这个position里面的left 是吧 position里面的left 好,用这个值啊 用这个值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打到什么 document.title上面去是吧 document.title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left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我拖动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83的 89啊是吧 312是吧 好 六十 六百是吧 六百啊 好 好,那么的话 如果做了这个之后 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大概怎么做了吧 这个东西啊 是吧 这个东西大概就知道怎么做了啊 好,这个东西是什么 拖到顶就是180 拖到这个地方是0吧 是这样子啊 好,那么我这个 拖到这里的时候是0 拖到这里的时候是吧 是六百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旁边放一个什么 input框吧 放一个input框啊 比如说我这里再放一个input框啊 input type等于什么呢 text 比如说id等于什么呢 id等于什么呢 等于show show吧 show number show number show number 好 然后的话我干嘛呢 我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值给到他是不是就可以啊 给到他啊 给到他啊 好 然后呢就是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多了什么呢 好 多了这个什么啊 警号啊 警号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show number 是吧 show number show number它的什么呢 Val 是吧 Val 就是它里面的值吧 这里面值就是这个 ui.lab的什么 是不是这个值啊 这个值啊 好 这个值来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这个input框是在这里啊 好 我我敲的时候 是这个 这是600啊 是吧 这是0是吧 好 那我想它从0到100是不这样的啊 从0到100啊 从0到100啊 从0到100的话就做一个计算就行了是吧 看一下这个里面怎么算的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嗯 浪吧 这个 就直接这么算吧 是吧 好 它什么呢 它除以一个什么 呃 除一个600吧 是吧 除一个600啊 然后再乘一个100是不这样的啊 100再乘一个 它除一个600是不这样的啊 好了 扩起来啊 好 这样子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默认是0啊 这个是到了100是吧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PasInt吧 是吧 PasInt啊 好 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这 啊 PasInt是吧 PasInt就行了啊 PasInt 是吧 PasInt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吧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怎么样 这是08 这个是什么 100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通通条的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效果这用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页面设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设一些素质的时候 它会显示一堆滑动条吧 让你设置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值是大概是60% 或者下面一个是70%是吧 是不是有一堆这种东西啊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开发是吧 用这个JQuery UI来开发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一些东西啊 大概说一下 它这里面什么呢 就是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透明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在拖动的时候什么 它是不是变成透明的了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啊 我拖动的时候 它就变成透明了 是吧 拖动的时候变成透明的啊 这个黄色的块啊 拖动的时候变成透明的啊 变成透明的啊 好 那么这个是 写下吧 这个是 设置拖动的时候的透明度吧 好 那么下面这块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或者拖动的相对距离啊 拖动的距离啊 拖动的距离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试着自己再改一下做一下啊 这个例子啊 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例子的什么啊 这个原理什么 已经说说明白了吧 这个原理已经说明白了啊 那么唯一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拖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灰色的块啊 这个灰色块的话实际上是它默认的宽度是0啊 默认宽度是0 然后我们拖动的时候让这个宽度等于它什么呢 拖动的宽度 没有啊没有 就这么做了啊 比如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progress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这个捞什么呢 捞left啊 是吧 捞left 捞left就是它拖动的距离吧 把这个拖动距离 复制给这个什么呢 这个灰色的块的它的宽度 啊 那么它就可以跟着那个滑块了吧 啊这样子的啊 啊 这是这个progress 就是这个灰色的块啊 这个灰色的块 是这个 啊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这个例子啊,好,这个例子,好,这个例子的话,大家晚上可以稍微的研究一下啊,做一下,应该是不难,因为这个例子基本上已经把它讲完了,是吧,讲完了,好,那么接着再说一下这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实际上是跟那个例子是一样的,是吧,这个例子啊,好,类似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粉红条啊,它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也是把它限定在这个parent啊, 这个parent是一个什么样的parent,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滑块实际上是外面有一个什么呢,外面有个parent,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看一下它这外面是不是有个parent啊,是这样的,是吧,好,我把它写一个parent的color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是color,好,red,看一下吧, 这个滑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parent啊,所以这个滑块只能在这个,这个范围内拖吧,看见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啊,啊,这样子啊,我就旁边放了一个parent啊,这parent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是吧, 然后拖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拖动的呢,就是这么拖动,就是说它里面的什么,这个,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不写,是吧,因为它已经限定在这个载条里面了,这个可以不写啊,好,这个的话就是在个parent,就是在个红色的块里面拖动, 然后的话,拖动的时候透明度是0.6,啊,然后的话是获取这个什么,拖动的什么,top值吧,top值,然后负值给谁呢,负值给这个里面的这个文字啊, 这里面这一堆文字,是吧,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堆文字啊,这一堆文字的话,然后它是定位在这里的啊,相对于这个CN进行定位的, 然后的话,我们设这个什么,这个定位的它的值啊,就是把它的什么,top值改变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top值改变一下,然后通过一个换算,是吧,通过一定实际,啊,通过一个什么呢,公司来换算一下啊, 然后负值给这个什么呢,负值给这个里面那个DIV,啊,就这么做了,好,那么这个换算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这个hide,啊, hide的话就是等于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呢,整体的高度吧,整体的这个高度啊,里面这个段落的整体高度啊, 然后这个高度再解决这个五百,这个五百的话就是这个容器的高度啊,啊,容器的高度, 然后这个高度算出来就是剩下的这个高度啊,剩下这个高度啊,这个啊,这个就是, 整体啊,这个是什么呢,整体文本的高度啊,整体文本的高度啊,然后是,剩去啊,剩去,剩去这个什么呢, 剩去这个容器的高度啊,剩去外面,外面,容器的高度,这样子,是吧,容器的高度啊, 好,然后把这个hide的话就拿过来什么呢,拿到这里来算一下啊,拿到这里来算一下啊, 好,那么就得到这个,得到这个什么,滚动的距离啊,好,大家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自己研究一下啊,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好,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嗯,自立滚动条的这个做法啊,自立滚动条,好, 好,那么这个的话,有时候也会碰到啊,就是说我们实际开发中也会碰到啊, 比如说我之前开发中也会碰到这种需求,就是要做一个滚动条, 就是系统滚动条是什么,怎么样,太难看了吧,就是说我们自定义滚动条, 那么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做到了,好,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啊, JQuery UI 里面的拖拽啊,好,那么我们主要是用的JQuery UI 的这个拖拽啊, 其他的就是比较少用的啊,其他比较少用的,比如说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比较少用,主要是用了它的拖拽的这个功能,啊,实际开发中就用到这个东西,好。